蔚蓝的海面下暗流涌动 大量的虫子在海水的掩盖下 向着海岸蜂拥而来 虫子的涌动在海面上掀起滔天巨浪 在海边游玩的俊男靓女 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是一无所知 巨浪袭来 隐藏在海水中的虫子也如雨般落下 惊慌失措的人们能否顺利逃生 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 小雪说电影 专主好电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雪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食人虫》 电影开始 宽阔的公海上 一个外国科学家在船上 坐着虫子变异的实验 今天的实验十分顺利 科学家培养的虫子大量繁殖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是科学家还没有高兴太久 却发现虫子的繁殖速度 有一些不受控制 变异的虫卵在短时间内大量增长 很快冲破了培养容器的限制 无数的虫子散落在船上各处 科学家并没有在意散落的虫子 而是欣赏着自己培养出来的虫子母体 在他不注意的时候 虫子母体一口咬住科学家的手掌 很快就送他去见了上帝 散落在船上各处的虫子 通过船上的管道进入了海中 此时画面切换 在飞机上睡意朦胧的男子 就是我们的男主张晨 旁边青春靓丽的女子 是他的助理小飞 张晨受邀参加一个选美大赛 是这次选美大赛的摄影师 两人之前是情侣 但是最近两人有一些矛盾 正处于分手期 到达海边的酒店之后 杂志社的胖子编辑 为两人安排了住宿 另一边知性美女曼琪在厨房洗碗 一个虫子顺着下水管道 爬到了她的家中 曼琪很害怕虫子 叫自己的爷爷来帮助自己消灭虫子 曼琪的爷爷拿起灭虫剂 一顿操作 很快就把虫子熏晕了 曼琪的爷爷是一个昆虫学家 经常抓各种虫子做成标本 满足自己的研究爱好 这次出现的虫子 她之前没有见过 于是她把虫子拿回自己的房间 准备好好研究一下 在酒店外的老大等人 是一个偷盗团队 这次听说海边的度假酒店 举办选美大赛 有很多美女和有钱人入住 所以准备在酒店大干一笔 然后金盆洗手 远走高飞 曼琪是这次选美比赛的嘉宾 受富二代的邀请出席这一次的活动 张诚和小飞在酒店住下之后 发现距离选美比赛开始还有一对时间 两人准备做点情侣之间该做的事情 不得不说 两人的关系还真是有些奇怪 张诚准备借着选美比赛的机会和小飞求婚 为此还特意准备了钻戒 时间很快过去 选美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傲娇的富二代在开幕的时候出现一会儿 然后就拉着美女快活去了 张诚因为选美比赛的事情 需要到现场进行拍摄 把钻戒放入酒店的抽屉 然后就和小飞一起去了比赛现场 曼琪和爷爷虽然出发的比较晚 但是也在及时赶到了酒店 另一边 老大等人打扮成酒店的清洁工 进入酒店的内部 利用清洁工身份的便利在酒店房间寻找贵重物品 现金 金表 什么值钱他们就拿什么 很快就把酒店客房的贵重物品搜索一空 当然 张诚的钻戒也没有被老大放过 胖子作为杂志的编辑 把张诚介绍给富二代认识 想为以后杂志社的发展铺路 富二代一直暗恋着曼琪 在知道曼琪来到现场之后 就急不可耐的找曼琪去搭讪了 曼琪作为一个知性美女 有着自己的骄傲 对富二代的搭讪也是爱搭不理的 富二代撩美碰壁 没有一点的尴尬 面不改色的邀请曼琪参加专访 曼琪有一些不想参加 但是碍于工作的需要 还是和富二代一起参加了专访 在专访现场 曼琪见到了张诚 没想到张诚和曼琪两人还是老熟人 曼琪是张诚的前女友 在大学的时候 两人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 经过几年的相处 两人发现 彼此并不是很适合对方就分手了 这一次的相遇 两人也是有一些意外 开始还是老友一般的问候 但是问着问着 华峰就变得奇怪起来 曼琪车速飙升 小飞作为张诚的助理 在一旁做一些杂活 发现自己的男友被曼琪调戏 主动站出表明自己的主权 另一边 虫子侵入了度假村的酒店 老三是这一次偷盗行动的技术担当 负责掐断酒店的电力供应 以及消除他们在酒店留下的痕迹 老三完成任务 准备撤离的时候 看到配电视的墙壁上 有些许手电的反光 老三走近一看 发现都是密密麻麻的虫子 他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呼救 就被一大群虫子吃掉了 在老三遇害之后 紧接着遇害的是打扫电梯的亲戚阿姨 也被电梯通风管道中的虫子 拖走吃掉了 老大把贵重物品放在垃圾袋中 准备和老二会合 一起离开酒店 但是在约定的时间 老二也没有出现 老大听到电梯发出声响 一个人去查看 发现电梯的通风口中 有一具被虫子吃完的尸体 吓得老大拔腿就跑 他刚出电梯门口 就被保安队长转个正着 被保安队长抓了起来 此时在酒店的另一边 海中有大量的虫子聚集 他们一起向着岸上游动 导致海水大量向着岸边涌动 海边游玩的很多美女 都被虫子吃了个干净 度假村酒店的房间 也开始出现大量的虫子 旅客们都开始逃跑 张成和小飞跟随着人群 逃到一个密闭的房间 在密闭的房间中 张成见到了曼琪的爷爷 也从富二代的保镖口中得知 富二代和曼琪一起出海游玩了 并没有遭到虫子的袭击 另一边 老大被保安抓起来之后 保安队长暂时把老大 关在保安室中 正当他们对老大进行盘问的时候 保安队长在监控中发现了酒店的异常 所有的保安都冲出去疏散人群了 没有人看守老大 老大趁机逃了出来 他发现虫子有一些怕火 来到酒店的厨房拿了几个煤气罐 准备把所有的虫子一网打尽 老大在电梯里打开煤气罐 然后顺着电梯井逃跑 想要吸引所有的虫子来到电梯井中 利用煤气的爆炸把所有的虫子都烧死 老大的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有的虫子都被老大所吸引 沿着电梯井向着老大爬去 但是老大低估了虫子的速度 在老大还没有爬出电梯井的时候 虫子已经追上了老大 迫不得已老大只好提前点燃煤气 和虫子们捅归于尽 危机解除之后 张晨等人从密闭的房间出来 发现了躺在电梯中的老大 张晨在老大被烧焦的尸体上 发现了自己丢失的钻戒 张晨担心曼琪的安全 提议出海寻找曼琪 小飞 曼琪的爷爷 还有富二代的保镖一同前往 另一边 曼琪和富二代等人在海上游玩得十分愉快 他们见到当初科学家做生物试验的那艘轮船 富二代等人由于出来的比较匆忙 游艇上没有带啤酒 富二代让胖子到轮船上去寻找啤酒 胖子有一些不愿意 但是一想到富二代是大金主 以后杂志的很多赞助 还需要富二代的出资就屈从了 没有想到的是 胖子一去不回 富二代代带着曼琪 也来到轮船上寻找胖子 在富二代找到胖子的时候 胖子已经被怪物吃掉了 富二代见到怪物的第一反应 竟然不是逃跑 而是向着怪物挑衅 不得不说 有钱人的脑子就是不一样 怪物被富二代的行为恶怒 两口就把富二代吃掉了 富二代的惨叫声引来曼琪 曼琪也被怪物吓得惊慌失措 逃到船舱中 躲避怪物的袭击 此时张晨等人也来到了轮船上 在寻找曼琪的过程中 几人也遭遇了怪物的袭击 富二代的保镖虽然伸手好 但是运气不行 一口就被怪物吃掉了 曼琪的爷爷在船舱中找到了曼琪 但是出去的路依旧被怪物堵着 众人没有办法离开轮船 只能和怪物打斗起来 最终怪物被小飞拿电锯锯掉了头 奄奄一息失去了生命 最后张晨向小飞求婚成功 曼琪和爷爷也活了下来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切灾祸的根源都来自于科学家的疯狂实验 不得不说 知识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以造福人类 又可以对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 知识是人类的福音 还是人类最终毁灭的根源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知识 究竟是要为人类谋幸福 还是要毁灭人类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 请关注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